一处小峡谷 优势美峡谷 前面的那棵树长得像一个 像个串烧 一根棍子上串了无数的蘑菇在那烧 沿途的风光 我们现在穿过这个Mercy河 那么呢这个岩石 无数个虎跳峡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一个瀑布 叫做Vanelle瀑布 那么这个瀑布的水气非常的大 那么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山脚下呢穿上鱼 那么准备呢进到那个看 那个瀑布的小岩居 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Vanelle瀑布 All right good 哇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瀑布底下 这个水气扑面而然非常的湿 我们现在穿都是鱼衣 穿过了这个Vanelle 4 我们现在已经在它的侧面 那么我们接着向上进发 这是我的眼镜 爬完这个瀑布以后 我的眼睛就成了这个样子 悬崖峭壁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Vanelle瀑布的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新山的雪水 那么从这个地方呢 那么在这个瀑布的瀑布口 那么冲泄奔腾而向 这就是我们刚才走过来的 慢慢发现 泽桑 都在这边 富猬 深不见你 哦 路杠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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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往上游进发 太阳已经现在是80次数 太阳已经完全从这个峡谷里面升起来了 我们现在打算戴上墨镜戴上帽子 准备一天最艰难的这个发行 山上到处都是这种小松鼠 我们接着向这个拿温的古墓进发 过小桥 接着这个果子呢 有点像这个葫芦娃 接着很多这个葫芦娃 葫芦娃到处都是 这就是拿温的 又一个大部分 看见了一只白脖子的小松鼠 很可爱 脖子是白的 现在在瀑布的下面 瀑布奔腾而下 那么这个远处呢是彩虹 沿着这个山路我们现在在拿温的瀑布的这边上往上这个山底继续 那么现在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山呢叫做自由峰 叫 Liberty Car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拿温的瀑布的这个上游 这个水雪水非常的清澈 瀑布奔腾而下 这里有一根小柱子把下面这个大石头似乎给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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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看见吗 山上了一只白脖子小松鼠 看到我们在吃饭他们也过来了 Avinda Ford 下面的优色美的大峡谷 我们现在在这个哈佛洞的背面 那么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这种红的松树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哈佛洞的三角巷 我们现在就在哈佛洞的脚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对面这个优色美峡谷 瀑布到处都是奔流 那么远处的是雪山 都是这种蛙钢岩的巨石 那么远处就是另外一个大峡谷 现在终于来到了最后的这一段 这是一小时 再见 一个小时还有75分钟的爬行 那么我们先要爬行的这第一段 然后呢到这个就是三角 然后呢我们再往上爬 这第一段 也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现在大概离这个山脚 就是半顶的山脚 那么在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是这么 沿着石头爬上来的 这个远处这个峡谷的景色是无比的漂亮 全部是这种花岗岩 整块整块整块的花岗岩 现在我们离这个峰顶 有将近500多米 非常的累 这段没有台阶 就在这个石头上面往上爬 那就是顶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山脚底下 可以看到这个半石 那么这个 这一条蓝绳呢就这么一直冲上银箫 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呢往上爬 看上去呢 稍微有点惊险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这个 一望无际的这个峡谷 原来踏上了这个 爬上这个哈佛洞 半球的第一步 还拿着那个罩 缓缓而上 时机而上 登天了 这简直就是 往上的爬行非常的艰难 就靠这么两只手 一点点的往上 万丈深渊 我们这基本上进入最后一段 地势慢慢的平坦 再回头望一下 下面的万丈深渊 这地方真有人在玩这个 rock climbing 在卡这个哈佛洞 那么他们呢已经离这个 风顶非常的近了 那么他们就从这边爬上来 这就是这个山顶 这就是这个山顶 这边的山顶 又是美的大峡谷 现在里面峡谷里面乌铭密封 正在一场暴风雨 正在即将来 杨小人站在山顶上 跟我照相 那么现在这个山脚下 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树营地 那么我们现在 杨杨家家 还有他外公外婆 就在这个山底下 某一个地方玩 也不知道他们 能不能看到我们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巨石上面 这个人还在这里爬 下面是万丈深渊 真是 这个人居然爬了两天 那么 前天晚上呢 是在这个 石头缝里面睡着觉 那么看来他就要大功高成了 那么离这个峰顶 那么只有这最后的一段 这个非常的刺激 因为我快点 3.15 我们结束了这个 我们现在回家 优势美 这算是Half Dome 我们完成了这个 终于完成这个一半 我们现在要完成另外一半 那就是回家 怎么下去 下山的路 那么再一点点往下 那么远处呢 雷声隆隆 我们想赶在这个 这个乌云来 乌云到来之前呢 那么赶快下去 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呢 会遭受电击 那么这一段呢 还是比较平缓的 那么清洁度呢 大概在45度左右 那么待会呢 我们下的那一段呢 那么就到达 清洁度到75度到85度之间 山脚下的人群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接着往下 风景倒是格外的美丽 直上直下的最后一段 终于把最陡峭的这一段 我们现在把最陡峭的这一段给爬完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沿着石头 大概在50度到55度的斜坡上攀爬 大概在50度到55度的斜坡上攀爬 那么下来之后就容易多了 最难的就是最中间 现在他们那些人在的那些地方 你可以很快走下来 快一点的话反而觉得安全一点 大功告成了 终于完成了这个 终于完成了这个 人生旅途上最艰难的 又一个这个高峰 现在我们quarterdown 就是半球下面的四分之一球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爬了一半 我们现在原路返回 远处是雷声隆隆 轻轻河水里的小鱼 绿色的这个河水 河底下的这个沉木 恍如一个仙境呢 回头再望一眼这个Navinda Pupu 那么我们下次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曾经转过的这个叫做自由峰 那么这个是Verno Pupu上面形成了一坛 那么这个坛呢叫做竹母绿坛 我们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这个自由峰和远处的这个内华达瀑布 那么飞流下来形成这个坛 那么在我身后呢 那么在我身后呢 这个水就要奔湿而下 形成那个Verno Pupu Verno Pupu 哎呀 帅啊 你看走 那你叫叫泆来一点 小鱼 让玉宍 金川 就很诚 res